平胸手術 大家好 我是高一聖醫師 今天我們來講平胸手術 那什麼是平胸手術呢 平胸手術就是把一個女性的胸部胸型改成 男性的胸部胸型 這樣的手術我們稱之為平胸手術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社會上有些踢 不管在運動方面或者是在政治方面 其實都慢慢的展露頭腳的時候 我們發現踢的族群 接受平胸手術的這個接受度越來越高 在有沒有要移動乳頭的位置 女性的乳頭的位置和男性乳頭的位置 基本上是不一樣的 因為有了乳房組織以後 她的移動的乳頭 決定這個手術的一個方式 那手術的方式其實 跟你原來女性身軀 你的乳房的大小有關係 當你的乳房越大 你的這個要變成男性的胸部的時候 你就需要切除比較多的皮膚 那麼你的乳頭就必須要移動到 理想的男生的一個乳頭位置 我們可以分為一個第一個 乳頭不動 那麼就是她的胸部很小 我們只要把乳房組織拿掉 第二種就是乳頭要移動 那乳頭移動的距離過大 超過三公分的時候 我們必須乳頭要用重的 重的就是像我們插秧的這個重道一樣 要用重的 所以一種是移動 一種是重的 可以有這三種方法 那她所產生的疤痕 就不太一樣了 一般來講 胸部比較小 比如說是A罩杯 或者是小B罩杯的 那麼我們可以藉由乳因周圍的疤痕 去把乳房組織拿掉 那麼她的乳頭就不需要移動 這就是第一種 這個比較簡單的 乳頭不移動的平胸球術 有些客人她的胸部差不多B罩杯 然後呢 我們量她移動的距離 如果在三公分以內 那麼我們會建議她 還是使用乳因周圍的一個疤痕 來做這個平胸手術 這時候她的乳頭移動的位置比較少 所以她是乳頭是被移動的 第三種方式就是這個 胸部比較大的 那她的乳頭位置 掉的比較低的時候 要移動的位置超過三公分的話 那麼這個乳頭 剛剛講用重的 那用重的話 因為她移動乳頭的位置比較多 所以她的皮膚切的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通常 我們稱為微笑型切口 或者一字型的切口 對於比較大的胸部 我們會選擇這樣的切口 平胸手術的八痕呢 剛剛有講過 她可以在乳因周圍 也有可能是在胸部上 也有可能在胸部的上面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跟客人討論 那你平常穿衣服的習慣 如果你喜歡穿比較低胸的衣服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建議這個 乳頭上面有八痕 我們會把它放在乳頭的下面 如果你的胸部 乳頭移動位置不用很長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盡量在乳因周圍 還有客人想不想要這個刺青 也是個決定性的因素 所以一開始呢 平胸手術其實我們手術的目的 只是要把乳房組織拿掉 讓她可以穿這個比較貼身的衣服 能夠顯示隱藏她的女性性真 但是現在隨著手術的進步 或者說想要接受平胸手術的 這個接受的程度越來越高的時候 我們在做平胸手術的時候 會輔助一些其他的術室 能夠來達到這個更完美的一個男性的胸心 那有時候我們會這個結合這個抽脂手術 雕塑她的胸心 有時候我們會用自體脂肪 來打蛋她的上胸部 甚至打到她的肌肉裡面 然後看起來她的胸肌會比較大一點 比較雄壯一點 這有時候有特殊的需求 我們會這樣建議可以 如果我們手術的方式是不移動乳頭 也就是說我們只要在乳暈下 把乳房組織拿掉的話 那她的乳頭的感覺是可以被保留的 但是如果她的乳頭被移動了 或者從別的地方種過來的時候 這兩種是乳頭是沒有感覺的 所以這個要跟手術的客人要講得很清楚 剛剛講到大家對手術的要求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胸型的這種調整的時候 我們就要了解到男性的乳頭位置在哪裡 那一般來講男性乳頭的位置有幾種很多測量的方式 但是一般來講比較簡單的 大家從用手可以放住 夾在這個腋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大胸肌的位置 那大胸肌的位置 這樣延長下來的時候 她的乳頭通常在她的外側圓和下圓 差不多椅內2公分到3公分的距離 所以我們在手術前 我們會跟客人溝通 標示出她手術後應該有的位置 然後再稍微跟她討論一下 平胸手術手術後要注意的事項 基本上跟一般手術都一樣 但是她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她的手術範圍比較大 所以她產生血腫的機率就比較高 所以有些人因為這些T 有時候因為這些手術後不會很痛 所以她很快的有時候都會很快的回到 這個工作崗位上 那產生血腫的機會就會增加 這點我們都要跟客人要講清楚 不要太快的做劇烈的運動